网友去到加拿大 加拿大网友就有开放签证 开放签证就很容易了 其实你申请过签证 我们帮你申请也是两万五千元 申请完其实 他应该是大学生 大学生 现在大学生欠一个job offer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做到一个job offer 不是真的 去到他再要找工作了 但是有job offer 入境 因为现在没有job offer 入不了境 帮他入境之后 他就可以自己找工作了 有一个网友去了多伦多 一个去了Winnipeg Winnipeg 是 很远的 很远的地方 他去那里做什么 他觉得那里静一点 我也不知道他会否住在那里 因为你去到加拿大 加拿大很大 很大 你喜欢去哪个城市都可以 开放 说明开放签证 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这两个 因为开放签证也是二月初才开始 其实他也很快 开放 现在四月就已经起了楼了 起了楼了 我们今天已经买个电视回来 好吗 座员起行 不要说这么多 就弄上楼架 到时我们会… 一开始大家聊聊天 还有多些时间 始终有个多小时 你讲完我的谈话 有些人想 我了解那些金融的安排 税务的查询 都没有时间 是吧 在这里就方便很多 刚才水王和我说 报名车二列到 可能他是不是多收几个 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 对于这个15号的训练 就是这个 当时聊天 就是楼盘推介 以及BNO visa的资料 你可以先接WhatsApp 8481079 看看水王告诉你 有位置你才报 因为我不知道 他说可以多收几个 但都问问 始终地方小的 OK 我们可以做密一点 如果大家接受这个安排 是吧 当然相对你们 可以买东西 这边就是 是的 可以买东西 是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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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